流到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最近网上是流传很多加大惩罚机制的视频 结果我发现下午莫名其妙 多了很多上来就推buff 还送人头的玩家 我知道咱们都很好奇这个东西 但是兄弟们啊 这个惩罚机制出来 本来就是想减少百来的玩家 结果让有些人迷目张态 都摆了起来 那为了帮大家验证这个机制 到底存不存在 但又不能害了队友 我们便去开了个把五排尝试 从游戏开始就让项羽干扰点尾的阿爷 甚至让他直接抢下了蓝buff 不过没有相关提示出现 为了避免测试的偶然性 我们又让项羽反复拉脱了好几次蓝buff 但依然没有收到系统警告 直到最后游戏结束 项羽也没有被踢出局 莫非这个机制必须在单排摆烂时才会出发 又或者是需要在段位更高一点的对局 才会被踢出去 但我们又不能轻身实验去单排坑队友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也无从得知 只能说从我们测试的来看 并没有遇到直接踢出的情况 那中心建议兄弟们理性吃瓜 不要排位尝试了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最近这项羽中回的班律嘎嘎往上涨 自然专精他俩的兄弟咋玩 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被踢后 会安排超强人机的想法 借着这个机制上分 从我的小路看真的十分不合理 首先被踢的人是直接叛復 就算赢了也上不了分 其实从网传的视频来看 被踢出去都是摆了七八分钟 就算给你安排了个超强人机 也不能绝地翻盘吧 再退一万步来说 哪怕他是真的安排了AI人机 也未必就比你厉害吧 到时候赔了星星又扣分 你说说早才哭去 其实不管有没有这个机制 它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自己 不摆了好好玩游戏才是正确的 游戏的本身是为了快乐 上分什么的也只是我们收获快乐的一种方式 被太多的包袱压住会很累的 如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单纯体验游戏的快乐 为了感受竞技带来的博弈感 去酣畅淋漓 体验每一场对局 我想就算输了也能打得非常痛快 兄弟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 多几分体量和鼓励 维护峡谷惯性 还要从咱们做起 一个ID名为无名的先有留言道 大千大千啊 现在不想加强了这么多 张飞之类啊 自带护盾的英雄可以出不强吗 还有护盾可以触发暴力的被动吗 不强的话肯定是要出的 现在从装备上来说啊 它能很直观的限制敌方 而且啊 血量加成也十分契合张飞 虽然说啊在有护盾的情况下 是不能触发不强的被动的 但咱们身上不可能一直有护盾加身对吧 而暴力的话经我们测试 在身上有护盾时也是不能触发暴力效果的哦 所以啊暴力更适合有一定输出能力的坦克或者战士 就不太适合啊 纯辅助张飞出了